下一位选手我来推荐 理由很简单 他是一位巨人 一位热爱音乐的巨人 来 掌声有请赵丑勇 来 欢迎赵丑勇 你自我介绍一下 二位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就赵丑勇 今年27岁 来自河北狼房 刚才给大家展示的是 一个很特殊的乐器对吧 我介绍你是巨人 对 一条 这个是在巨上面 然后通过变化形状 来调整它的音高是吧 对 不错 很有创意 但说实话 听了你这个演奏之后 就是总有一种 就是腿老想夹一下的 什么时候发现 你身边的这种小工具 它带有音乐细胞 因为我这个人 好奇心比较强嘛 就是平时老爷爷 储们这些 平时生活中的东西 想把它变成音乐 是这样 除了句子 你还会发现 哪些也可以做乐器吗 还有咱们吃饭的饭碗 有带来吗 带来了 好 我们来看看 曹勇的音乐发现 好吧 接下来和我们的支持人 还有现场的好朋友 咱们共同地合作一首 来唱一首儿歌 一首童年 我敲 大家来唱 一二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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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好 每一位学艺术的学生 去食堂都应该使用这样的吧 还有音乐细胞 其实这个除了刚才演奏的童年之外 还有哪些 其实用碗这个音色演奏起来 比较优美的音乐 好 接下来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给大家带来一段挑战 来上一段蒙眼的表演 这就是他的默契了 这是一首校园的歌曲 一首不老的爸爸 音乐 哇 哇 厉不厉害 如果看黄金一百秒的老观众 还认为我们这一番一番升级之后 上台还这么敲 你们就错了 接下来我们的挑战者将会蒙眼 你这是古彩戏法对吧 三仙归动 超友 这个又被你的精彩 表现喝彩又被你开始担心了 就是只要在这个前台 展示的特别精彩的时候 你知道无形中 大家会对你接下来一百秒的 那个标准 会拔高很多 挑战难度会更大 我有信心 准备好了吗 好了 来 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今的总会发光 是今的总会发光 黄金一百秒 计时 开始 请不吝点赞 赞 打赞 打赞 了 松小 标准 辣子 打赞 打赞 三 一 打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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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 我们来看一看现场观众给出的支持票数 请看 103票 来 孟静元的黄金项链送给你 希望你加油 加油 加油